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小说可以写几十万字论文可以写几万字论文可以写几千字没有签诗 用短短的最少的文字表达出最高的意见是最难写的了 这次北美洛杉矶华文抓学会和当年校委会联合邀请 加拿大的著名师洛夫来演讲以感涉四十四门为题来演讲 这个在近几年来洛杉矶还没有这一座的活动 专门与四位主题的活动还没有 这次活动分两个部分 洛夫他在六月二十八号来这里 那么第一场活动二十九号下午两点钟 在洛杉矶中心看演讲 所以免费开访大家都可以参加 那么第二天三十号在Lang Beach 有一个餐会与洛夫有约的餐会 只要十二块钱就可以参加这个餐会 跟他一起聚餐 希望大家二号文学的 二号师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次我们办的文学与传承 是很多在洛杉矶北美的作家学者 我们的一个心愿 我们觉得文学与传承 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会陆续邀请 很多华文的著名的作家诗人 来北美跟我们这一代 跟我们的下一代一起分享 有兴趣的外国朋友 我们也很欢迎他们来参加